感谢主圣经有一句话说 我们都曾如羊走迷了路 如今却回到我们婚的牧人和监督了 听到这个弟兄们的见证 真是觉得回家的羊最可爱最喜乐也最平安 接下来有两位姊妹也要为我们做他们得救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勋凤姊妹 我想引用这个诗歌127首他说到说 耶稣我主荣耀王 爱爱何等宽广 甘霓宝亲来世界循运 就很感谢主啊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主耶稣也来寻找我 让我能够认识他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我就要说这一段的过程是如何 那我就记得在我大学联考的时候 其实我是台北人 那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 因着要考设计系 然后还有因着我想要离开台北 然后我就选择了南部的学校来读 就是考试这样子 然后我就考上了素德科技大学的设计系 然后在那时候啊 刚新生的时候都会有那个社团博览会 然后我就在那个社团博览会里面 我就想说我想要唱 我想要找那个可以唱歌的社团 然后就这样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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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了那个诗歌所唱诗 就诶 好啦唱诗歌也可以啦 那我就填他们的问卷 那问卷它就是写说 你愿不愿意就是跟我们一起读经啊 一起唱诗啊 然后还有一起参加许多的活动 那我也都说好啦都OK啊 然后结果那个学姐 就是那些基督徒的学姐就来宿舍看望我 那我其实对他们的第一个印象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很热情也很亲切 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他们有一群 他们跟一群的这个基督徒的学生啊 就是住在一起 然后那个生活感觉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真的对我这个 从异乡来的来读书的人来说是一个 就觉得很温暖 我就觉得哎好我参加这样的社团 然后我就他们每周啊都有一次的读经 然后在那个读经我就记得那个学姐 她就是从从创世纪开始陪我们读 那那我记得她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有一本圣经啊 那就是说这个宇宙中有一位有一位神 她就这样开始跟我们讲 那就讲到这样我就觉得他们怎么 就是他们在讲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读经很有味道 所以我就我就跟着他们 就一直坚定持续的这样读 那那也参加了 就是也跟他们参加很多活动啊 也唱诗啊 那就是突然有一次啊 有一次在那个读经的时候突然 这些学姐们就突然跟我说 我们来呼求主耶稣的名 我说什么呼求主耶稣的名 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根本搞不懂 但是我就是想说好吧 那我就试试看 所以我就呼求主耶稣 我就这样一呼求啊 我觉得我里面就好像 有一股暖流就充满我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也不错 那其实啊我在参加这个诗歌说唱诗之外 其实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 那这个社团呢 它是有点像是那种学生会的社团 那个社团它大概的 大概的内容就是帮学校办很多的演唱会啊 办比赛啊演讲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社团就是 也是帮学校办演唱会 然后办完演唱会之后结束 原本是很怎么讲 很开心的那种情绪 就是气愤 然后就突然 这今天就结束了 然后就回到宿舍 就突然觉得那种 好像那种感觉落差太大了 我觉得突然之间 我就觉得好虚空的感觉 难道就只有这样子吗 我就觉得里面突然有一种 很下沉很落寞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很想哭啊 可是我就突然想到 那个在诗歌说唱诗里面唱的诗歌 我就把这个诗歌拿起来唱一唱 就一唱啊我就觉得 真的唱诗歌跟唱一般的流行歌曲不一样 然后所以 所以学姐们其实就这样看着我啊 就觉得说 其实你差不多可以受敬 差不多可以成为基督徒了 可是当初我就觉得 要当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 没有读完圣经怎么可以当基督徒呢 所以后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推辞 然后直到 直到我就一年过去 直到我二年级的时候 然后再参加一次的这个福音聚会里面啊 突然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他就做见证 然后我就摸着他的见证 他就说到说 就是我们的人生啊 有许多许多的阶段 那这个阶段啊 他就说从幼稚园啊 国小 国中 高中 然后还有大学 甚至到研究所 那还有工作 对然后结婚甚至生小孩 他说每个人的人生 如果简单看起来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都一直在追求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往前 那他说每个阶段啊 一结束之后 就像是一个圆满一样 那他就把这个每一个阶段都 他就画在黑板上就开始画一个圈 他说哎 国中 结束了 然后就是一个圈 这样子 他就画了一个圈 就画了好多好多的圈在黑板上面 那他就说 可是啊 如果 如果今天啊 有一位神 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 那这位神啊 就像是这个一啊 在这个 很多的这个圆圈 看似圆圈的 面前 他就是在 他就是加在这个灵的前面啦 就是这个圆圈的前面 对 那他说 这个看起来 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有意义 对 那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一听完当下 我就觉得 我想要 我想要得罪这位主 我想要得罪这位主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来带领我 对 然后 所以之后那一天我就得救了 那 那我也是 我觉得在我得救的这 八年之内啊 我真的可以 越过 我真的可以做一个见证 就是我觉得 主真的在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来带领我 特别是在 我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 我甚至也是把我的工作 就是跟主祷告 我就跟主祷告说 主啊 我要把 我希望我的工作是能够连与你 是能够为得过照会生活啊 但是你也要给我一个合适的工作 我就觉得在这样祷告的过程中 我知道 我知道主就一直不断不断的来带领我 就让我明白说 虽然也许我所追求的就像这个圆满一样 我追求我的工作有许多的圆满 但是如今有这位神在这个在我前面来带领我 使我的人生就像就像这个数字一样 原本只是零 可是慢慢的就变成从十开始加到一百 开始有一千 然后慢慢慢慢我的就是主就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 其实我同事们他们有来 然后还有我朋友们他们也有来 那我只是想说请他们站起来一下 感谢他们能够来 对啊 因为我说我要做见证 所以他们就来 感谢